中秋節家家戶戶烤肉藤圓 但要注意腸病毒跟懦罗病毒 帶骨牛小排 烤得滋滋作響軟嫩多汁 再來點生蠔蝦子 實現海鮮自由 中秋節吃大餐好幸福 但要注意了 最近國內腹血急診人數 飆升到十三萬四百七十二人 創下五年同期新高 但其中感染懦罗的人數 最多小朋友的家長 都有點擔心 像我女兒已經開學三週 然後感冒兩次了 大家吃東西 可能飛沫會傳來傳去 也是有小朋友會比較擔心一點 一定會擔心的 對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 請小朋友繼續再多勤洗手 開學後感冒腸病毒頻傳 機關書統計開學第一週 就有七十二個班級停課 目前腸病毒疫情在高點 而且預計中秋過後也會持續 另外懦罗病毒出現新型別 G2.17 占比達到六成 日本英國研究 他主要清洗成人 臺灣只在二零一五年 一六年出現過 民眾對他沒有免疫力 病人有增加不少 這主要是懦罗病毒造成的最多 他造成症狀主要就是燒 吐 肚子痛 這個新的東西 可能大家以前沒有感染過的 所以即使你感染的其中一型 你這次又碰到流行新的病毒 你又會感染 一時預估中秋後看診人數還會增加 尤其今年上半年就有四十七件 懦罗病毒複歇案是和烤科相關 海鮮貝類超級好吃 但如果不夠熟 懦罗就可能早上門 今年有這個新型懦罗病毒的流行 所以以往可能大家傾向就是說 磕打開趁著它很新鮮就趕快吃 那這樣是不足以可以殺死 這個磕當中所帶有的懦罗病毒 想烤海鮮全餐沒問題 有殼貝類打開後再多烤三到五分鐘 注意衛生才能安心大吃大喝過中秋 記者葉宣傳盧志明一台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